这个四天下了 就是佛家讲宇宙 这个单位世界 单位世界多大呢 现在的这个科学家 说的 萤火系 这个萤火系 在佛法里面是一个单位世界 一个单位世界 那么像这样 单位世界一千个 这就是一千个萤火系 成为一个小千世界 一个小千世界 就是一千个萤火系 一千个小千世界 是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 是一个大千世界 这是一尊佛他教化的范围 这范围多大呢 十万亿个萤火系 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 去释迦牟尼佛的教区 十万亿个萤火系 这个地球 在这个须米山 须米山实在就是 银河系的中心 现在科学家称之为黑洞 这个黑洞的引力非常大 连光都被他吸收了 就光都不能存在 这个引力这么大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美洲这个 马亚的预言里面讲 2012年 是萤火对起 会产生这个天象 就是萤火的中心 太阳 地球 排成一条直线 这个机会 也是很不容易遇到 几万年才有一次 才会碰到一次 我们也 这一次也碰到了 2012碰到了 这科学家 有些人很担心 因为他引力太大 怕他什么 把太阳 表面上这个风暴 就是太阳黑词 把它引发出来 那引发出来 对地球会有干扰 很可能 也会引发地球上的 火山爆发 跟严重的海啸 怕有这个问题 这个灾难发生 其实是 佛法讲的天文学 跟现在天文学 对比也很有意思 但是佛法 华阴经讲的太大大大了 不是现在天文学家 能够说得到的